餐饮业力拼反攻 因为台股将进入了挂牌热潮 像是本土连锁咖啡龙头路易沙 本周五登陆新贵 一张股票11万8千元 而卫生纸龙头永丰时 还有华景店等将在数号进行公开申购 而其中抽中一张华景店 现赚超过8万元 不过其实新股抽签还是有风险的 像是这个月9号刚刚挂牌上市的八方云集 不到五个交易日就跌破了陈销奖 咖啡豆磨唇粉浇下热水 滤出一杯杯香醇咖啡 主打评价精品化的本土连锁咖啡龙头路易沙 将成为餐饮股胜利君 路易沙就要在9月17号正式登陆新贵交易 每股认购参考价118元 等于买一张股票就要11万8 不止路易沙台股接下来也掀起一波新股挂牌潮 像是卫生纸龙头永丰时 预计9月底转挂牌上市 15号要公开申购 成销价52元 对比14号收盘价 等于抽中每张可赚1万元 同样9月29号要转挂牌上柜的华景店 15号同样公开申购 成销价125元 一张价差就高达8.2万 也不会啊 我觉得运气都是天注定的 不一定会有那样的手机啊 的确如果抽签时价差不够大 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从赚钱变成住套房 像是雪角股八方云集 9月9号才挂牌上市 仅仅两个交易日就破发 13号收盘股价就跌破了 成销价155元 14号盘中更一度跌破150元 让小股民在网路上崩溃哭喊 这下真的变韭菜水饺 所身处的产业是属于一个比较冷门的产业 或者是比较这个热门的产业 产业呢 其实呢大家去看一下 他们这个是属于一个比较冷门的产业 就是说市场的关注度比较没有那么高 如果是从新贵转上市上贵的话 那么你就注意看一下 他在新贵的价钱呢 他的股价呢 距离他的成销价 他的距离是远还是近 除此之外 专家也建议参与新股挂牌抽签 还是要多多关注基本面再出手比较安全 东森财经新闻 柯黄明叶子晶台北报导